哈哈,说起巴黎奥运的第一个笑话,那绝对是属于咱们的全红蝉小宝贝啊,有记者去采访他,你们猜怎么着,他竟然跟人家开玩笑说,我的头发巨油,都能炒菜了,哈哈哈哈,这话一出,记者估计都梦了吧。 说实话,蝉宝的压力可是很大的,毕竟,作为奥运选手,要面对的可不仅仅是比赛,还有各种各样的舆论和压力,但是呢,咱们蝉宝就是厉害,他能把压力转化成动力,还能在这么紧张的时候开玩笑,这心态,简直就是无敌了啊。 你们知道嘛,我其实特别佩服蝉宝这一点,他能在这么大的压力下还保持开朗的心态,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,咱们平时遇到点儿小事就愁眉苦脸的,跟蝉宝比起来,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啊。 而且啊,我觉得蝉宝的这句话其实也是一种自嘲的方式,他知道自己头发油,但是呢,他并不在意这些细节,他觉得,只要自己能跳好水,其他的都不重要,这种自信和自我调侃的能力,那可是咱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啊。 再说了,蝉宝的这句话也说明了他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人,他不会因为自己是奥运选手就高高在上,而是会跟咱们普通人一样,开玩笑,自嘲,这样的选手,咱们能不喜欢吗? 其实啊,我觉得蝉宝的这句话也是他的一种解压方式,他能在这么紧张的时候还能开玩笑,说明他其实并没有把比赛看得太重,他知道,比赛只是生活的一部分,还是要保证自己开心才是真的。 这种心态啊,那可是咱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啊。 说实话啊,我觉得蝉宝就是咱们生活中的一道光,它能在咱们感到压力山大的时候给咱们带来欢乐和轻松,他的这句话啊,简直就是咱们生活中的一个小确幸,让咱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找到一丝丝的乐趣和欢笑。 所以啊,我觉得咱们都应该向蝉宝学习,学习他的自信,他的自我调侃,他的接地气,咱们也要学会在压力中找到乐趣和欢笑。 毕竟啊,生活可是咱们自己的啊,咱们得学会让自己开心啊。 最后啊,我得说两句,咱们作为普通人啊,其实也能像蝉宝一样成为生活中的一道光,咱们不需要成为奥运选手或者大明星什么的啊,咱们只需要做好自己啊,用自己的方式和态度去影响身边的人啊,让他们也能感受到咱们的正能量和欢乐啊,这样啊,咱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美好和有趣啊。 所以啊,大家一起加油啊,向蝉宝学习啊,成为生活中的小太阳啊。 巴黎奥运会还没开始呢,就已经闹出这么多笑话了,这不,咱们的跳水小将全红蝉刚到巴黎,就被人说影响国家形象,为啥呢?就因为人家训练太拼命,连头发都顾不上洗,这帮人是不是嫌得蛋疼啊? 全红蝉这丫头,一下飞机就跟打了鸡血似的直奔训练场,别人还在倒时差呢?她已经扎进水里开始练习了,这姑娘,真是把拼命三郎这个词诠释得淋漓尽致啊,有人拍到她头发都没洗就开始训练,结果网上就炸锅了,有些人就开始叽叽歪歪了,这样会影响国家形象的。 我就想问问这些人,你们是不是脑子进水了?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是来选美的吗?人家这么拼命训练,不正是展现了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吗? 幸好,还是明白人多,不少网友都站出来为全红蝉打扣,这才是真正的运动员精神啊。 没错,就是这骨子劲儿,才让咱们中国队在国际赛场上闪闪发光呢? 说到奥运村,那可真是一言难尽啊,听说房间里连空调都没有,这是要把运动员们烤成烧鸡吗? 不过咱们中国队可不是吃素的,自带345台空调,说装就装。 这操作,不仅是给运动员们送青囊,更是给全世界上了一课,这才叫有备无话。 结果呢,有个志愿者跳出来说,巴黎不热,不需,要空调。 我的天哪,这是哪来的神仙发言啊?去年法国因为高温可是死了5000多人呢? 这位志愿者是不是把脑子忘在家里了?还是说,他觉得运动员们都是铁打的? 说真的,这届奥运会的住宿条件,简直就是在考验运动员们的人那里啊。 9个人挤两个厕所,这是要培养团队精神吗? 早上排队上厕所,晚上听别人打呼噜,这哪是来比赛的? 分明是来体验生存挑战的嘛。 不过话说回来,咱们中国队的适应能力可是一流的。 在多维尔的保障营里,队员们已经开始适应性训练了。 虽然条件简陋,但是人家带着自己的训练器材,该练还是得练。 这种精神,才是真正值得点赞的。 再说说那个奥运村的绿色低碳设计,说是为了环保,不装空调,该用什么自然的温质冷系统。 听着挺高大上,但是实际效果如何,还真的打个问号。 要是碰上热浪天气,这些运动员们怕不是要变成桑拿房里的蒸包子啊。 巴厘奥组委的其他环保措施倒是挺有意思的。 什么可回收材料做的床,太阳能电池板,屋顶花园,听着是挺美。 这些东西能不能真正让运动员们住得舒服,那可就另说了。 说到吃的,奥运村餐厅每天要准备四万多份餐食,光是热菜就有五十种。 四分之一的食材还是从巴黎周边250公里范围内采购的,这倒是挺地道的。 就怕到时候运动员们吃着吃着,突然发现盘子里崩出只青蛙来,那可就有意思了。 这届巴黎奥运会还没开始,就已经给我们贡献了不少笑料。 从全红尘的头发门,到奥运村的蒸笼模式,再到志愿者的神奇发言,简直就是一出出精彩的喜剧啊。 咱们还是得为运动员们捏把汗,他们才是这场盛会的主角。 希望在这种原生态的环境中,我们的运动健儿们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,为国争光。 同时也希望,奥运会的举办能够真正体现出体育精神和环保理念的完美结合,而不是沦为一场笑话。 说真的,看到这些新闻,我都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了。 这届奥运会,怕是要成为史上最接地气的一届了。 不过话说回来,也许这正是奥运精神的真谛呢? 在艰苦的环境中挑战自我,突破极限。 只是,希望这种挑战别把运动员们给累趴下了,我们还是要为全红衩这样拼命训练的运动员们点个赞。 在这种条件下还能保持如此高昂的斗志,真是让人佩服。 至于那些起人忧天,没事找事的人,建议你们也去训练训练,看看运动员的生活到底有多辛苦。 这届巴黎奥运会注定是要载入史册的,不管是因为它的环保理念,还是因为它的种种特色。 我们就是木以待吧,看看到底会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在等着我们。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,那就是我们的运动员们一定会全力以赴,为国争光,加油,中国队。 这届奥运会还没开始就已经这么热闹,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 不过话说回来,这不正是体育精神的魅力所在吗? 在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前,运动员们依然能够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,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 一位网友说得好,全红缠这丫头,简直就是个人行闹钟啊,别人还在睡梦中,她已经在泳池里扑腾了。 这种拼尖儿,不就是咱们中国人的精神缩影吗?别人笑她头发没洗,我看啊,那些人脑子里的水都没她头发上的多,运动员就该有运动员的样子,拼搏才是他们最美的妆容。 说得太对了,全红缠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,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。 想想看,人家十几岁的小姑娘,为了国家荣誉,连头发都顾不上洗。 而有些人呢,整天对着镜子臭美,还有脸说人家影响形象,这不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吗? 话说回来,奥运村的条件确实让人有点担心。 没有空调,这不是要把运动员们当成人体空调测试员吗? 想象一下,运动员们白天挥汗如雨的训练,晚上回到房间还得继续挥汗如雨,这哪是备战奥运会啊? 分明是在参加我是特种兵的选拔。 有网友调侃道,这家奥运会的口号应该改成更热,更高,更强才对。 运动员们不仅要比赛技术,还得比耐热能力,谁能在这种蒸笼里坚持到谁就是真正的奥运冠军? 哈哈,这位网友的幽默感真是绝了。 不过说真的,在这种条件下比赛,确实需要运动员们有超强的意志力。 也许这正是奥运会的另一种考验吧,看谁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发挥出最好的水平。 不得不佩服咱们中国队的未雨绸缪,自带345台空调,这操作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有备无话啊。 想象一下,当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们还在为高温发愁的时候,咱们的运动健儿们已经在两爽的房间里美滋滋地休息了。 这波操作,不仅是为了照顾运动员,更是在向全世界展示中国队的实力和智慧。 有网友说,中国对这345台空调,简直就是现代版的草船借鉴啊,其他国家还在抱怨天气热,咱们已经把问题解决了。 这不仅仅是为了比赛,更是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速度和中国智慧。 看看,这才叫真正的冷实力。 说得好啊,这种未雨绸缪的精神,不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嘛,在困难面前不抱怨,而是想办法解决问题,这才是真正的强者之道。 话说回来,那位说巴黎不热的志愿者也是够斗的。 这话说的,他不是把温度计当成了体温计吧? 巴黎不热,去年夏天热死5000多人的新闻是假的咯。 这位志愿者要是真觉得不热,建议他穿上运动员的训练服,在太阳底下跑个马拉松,看看到底热不热。 有网友吐槽道,这位志愿者怕不是把脑子冻住了吧?巴黎不热,那干脆把奥运会改在撒哈拉沙漠举办得了。 反正那里更不热,建议要组为给这位志愿者颁发一个最佳段子手奖,为这届奥运会增添了不少欢乐。 哈哈,这位网友的吐槽简直绝了。 不过说真的,作为志愿者,还是要多为运动员们着想。 运动员们来参加奥运会,是为了创造佳季,不是来体验桑拿房的。 说到奥运村的绿色低碳设计,这个想法是好的,但是直行起来似乎有点过头了。 可回收材料坐的床,太阳能电池板,屋顶花园,听起来是挺环保的。 如果因为这些所谓的环保措施影响了运动员的休息和发挥,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 有网友说,这届奥运会的主题是不是反扑归正啊,不装空调,用可回收材料坐床。 下一步是不是要让运动员们穿树叶当衣服,用石头当枕头。 环保是好事,但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啊。 要是运动员们因为休息不好而影响了比赛发挥,那才是真正的浪费资源呢? 这位网友说的很有道理,环保是好事,但不能本末倒置。 奥运会的主角是运动员,一切设计都应该以保障运动员的需求为出发点。 如果因为过分追求所谓的环保而影响了比赛,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。 话说回来,这种艰苦的环境也许会激发出运动员们更强的斗志。 想想看,在这种条件下还能创造佳绩,那才是真正的英雄呢? 这届奥运会会因为这些特色而被载入史册,成为最与众不同的一届奥运会。 有网友乐观地说,其实吧,这种艰苦的环境也不全是坏事。 想想看,咱们的运动员们在这种条件下都能拿金牌,那是不是更能证明他们的实力? 等他们回国之后,一定会觉得祖国的滑抱更温暖,训练条件更好。 这么一想,这届奥运会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呢? 这位网友的观点很有意思,逆境往往能激发出人们更强的潜力。 这届奥运会会因为这些特殊的条件而产生更多感人的故事,创造出更多令人惊叹的成绩。 这届巴黎奥运会还没开始就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话题。 从全红缠的拼命训练,到奥运村的特殊条件,再到中国队的未雨绸缪,每一个细节都折射出体育精神的魅力。 无论条件如何,相信我们的运动健儿们一定会全力以赴,为国争光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即将到来的精彩比赛吧。 相信在这个特殊的夏天,我们会看到更多感人的故事,见证更多奇迹的诞生。 加油,中国队,加油,全世界的运动健儿们。 让我们一起在巴黎的赛场上,谱写新的奥运传奇。 时间线拉到2024年7月21日,那天傍晚6点,社交媒体上突然炸开了锅。 原因无他,就是全红缠的哥哥发了一条让人直呼有爱的微博, 说要亲自护送妹妹前往巴黎,参加那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宴。 更觉得是,平时低调到几乎隐形的大姐也罕见露面。 这一幕,简直是亲情满满的催泪淡,让无数网友的心都化了。 全红缠的辉煌战绩,挑水界的小火箭,说起全红缠,那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少女。 还记得东京奥运会那会儿吗? 他就像是从天而降的仙女,一入水,整个世界都安静了,只留下那惊艳的466.2分, 直接刷新了世界纪录,把金牌稳稳地挂在了脖子上。 那一刻,他不仅为国家争了光,更让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个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的小姑娘。 但你知道吗? 这背后,是全红缠无数个日夜的汗水与坚持。 它就像是一枚不断加速的小火箭,用对跳水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,一次次挑战自我,突破极限。 咱们得说,这小姑娘,真是个狠角色。 家人的支持与陪伴,爱的后勤不对,说到全红缠的成功,怎能不提他那充满爱的家庭呢? 7月21日那天,哥哥的发文简直就是一封爱的情书,自立行间透露着对妹妹的无限骄傲和不舍。 他就像是一位守护骑士,准备亲自护送公主去征服新的领地。 而大姐的现身,更是给这场送别添上了几分温馨与不舍,仿佛在说,无论你走多远,家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 更感人的是,为了这次短暂的相聚,家人特地从广东湛江赶到北京,路途遥远却阻挡不了他们想见妹妹一面的心。 两个多小时的等待,对于他们来说,或许只是漫长人生中的一瞬,但那份心意,比什么都重。 普通却温馨的家庭,爱的小窝,提到全红缠的家庭,那叫一个接地气。 父母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,用双手在田间地头耕耘着一家人的幸福。 他们或许没有华丽的辞早,但那份默默的支持与付出,比任何语言都要来得深沉。 正是这样的家庭环境,培养了全红缠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勇往直前的精神。 在这个家里,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满满的爱与温暖。 每当全红缠在赛场上拼搏时,家人就是他最坚实的后盾,用无尽地鼓励和支持,为他加油打气。 这种爱,简单却强大,足以支撑他走过任何风雨。 网友的感动与祝福,爱的海洋,全红缠哥哥的发文一出,立刻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。 网友们纷纷留言,有的表达了对全红缠的祝福和支持,有的则被这份浓厚的亲情所打动,直呼羡慕。 一时间,社交媒体上仿佛掀起了一股亲情风,大家都在谈论这家的温暖和爱的力量。 更有不少网友调侃说,这哪里是送行啊,简直是大型秀恩爱现场嘛。 没错,全红缠的家庭故事就像是一部温馨的爱情电影,让人看了忍不住嘴角上扬。 好了,说到这里,咱们的全红缠家庭小故事也暂时告一段落了,但请相信,这份爱与支持将会一直伴随着全红缠。 无论他走到哪里,无论他面对怎样的挑战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我们期待着他在巴黎的赛场上再次绽放光芒,也相信他会带着家人的祝福和网友的鼓励,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。 最后,让我们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吧。 家是最温暖的港湾,爱是最强大的力量,愿每一个在追梦路上的人都能拥有这样一份爱与支持。 勇往直前,无所畏惧。 在哪里,无所畏惧。